28. 承報 的跌快的完成20億美元融資 2015年7月9日財經專題 B03本部特訊 內地最大的移動交通平台 的跌快的8日宣布 已經完成了20億美元的融資 公司將擁有超過35億美元的現金儲備 這是鈾金為止全球規模最大的一筆非常市公司融資 超過了Facebook在2011年獲得的15億美元融資 也是中國移動互聯網領域最大規模的融資 新的投資方包括資本國際私募基金 平安創新投資基金等多家全球之名投資者 阿里巴巴、騰訊、淡馬錫、高刀資本等現有股東也都追加了投資 阿里騰訊追加投資作為全球最大的移動交通平台 的跌快的最合料包括出租車、專車、順風車、 企業級用車等在內的多種出行解決方案 拼車合成、多家和大巴業務也即將上線 並通過獨有的平台優勢使得司機和乘客享有協同效應 目前,專車入訂單超過300萬,覆蓋超過80個城市 以觀數據顯示其在中國的專車達到80%的市場份額 出租車入訂單也達300萬,佔據國內出租車照車市場 和99%的市場份額,順風車上線一個月 目前已覆蓋全國超過148個城市 日高CQ單量為60萬 整個平台日總訂單最高C迫近過1000萬大關 是全球出行領域目前的最高記錄 迪迪迪快的公司董事長兼CEO 程衛表示,未來公司將繼續快速增長 同時也將推出更多新業務和服務 構建一套移動交通的生態系統 真正改變司家車出行 成為中國人未來的生活方式之一 迪迪快的董事 騰訊總裁劉慈平表示 騰訊會繼續全力支持迪迪快的出行全平台戰略 讓移動互聯網更好地把用戶和服務連接在一起 此前,迪迪快的再多地遭遇執法檢查 不過,通過多方合作,這種現狀正在改變 目前,迪迪快的已經和全國二十多個城市 的近百家出租車公司達成初步合作意向